大家好,我是Den 从前一阵子开始,捡你的私人照片被黑客泄露之后 YG娱乐首次对此事件发表声明了 今天,YG娱乐官方声明 公司对于最初散播捡你照片的人正式向警方委托调查了 YG有对此事件继续观察并搜集了资料 9月份提出了诉状 YG为了想要让受害最小化 一直以来都没有提起或者发表任何立场 但是最近因为从个人照片导致的谣言扩散 谴责,人身攻击,性骚扰,隐私侵害非常频繁 所以感到无法再坐视不管的责任了 对于之后发生的受害事项 会采取所有法律手段无宽容对应 而目前网络上散播的照片 是与本人意志无关,非法公开的照片 分享传播这些照片的行为 将会是二次加害以及是要被处罚的对象 请求大家不要盲目的分享散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拿着别人的私生活当成去世消费散播的人 真的太恶心了,希望都能被提高 散播的人还有添油加醋的人 趁这个机会都抓去吧 但是最初上传的人好像是外国人 能抓到吗,希望一定能抓到 管他最初上传的人是不是外国人 兴奋的分享照片 二次加害的人也都抓去吧 他们也真的很恶劣 希望这个世界能早一点告一段落 下个消息是 2022年的MNM妈妈颁奖典礼 将于11月29号30号两天在日本大阪举行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整理的 所以今年在大阪举行妈妈 跟震撼舞台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2005年浦瓦OVER THE TOP舞台 2006年欧正华游王爷举环舞台 2008年P-2098 STILL RAINING舞台 2008年EJURI BIG BANG舞台 2013年EXO TAIKO MAN KUN舞台 2014年GD TAIYAN GOODBYE FANTASTIC BABY舞台 2015年JYP SINCE OF SWING舞台 2017年BTS SAI POP FOR MICRODRAW舞台 2018年MAMAMO PORONTO BE MAMAMO舞台 2019年JYP MAMAMO舞台 没有可以反驳的舞台 说到冲击的话应该是4号 那时候是BIG BANG的粉丝 看得我都无语了 KK 我是看完EXO MAMAMO舞台后入坑的 但是最有杀伤令的应该是EJURI吧 MAMAMO与JYP的舞台 是Jackson的表情给捧红了 想着EJURI TOP进来的 但是GD TAIYAN也是传奇舞台 一看标题就想到旁摊红色背景MICRODRAWBLA 那个时候真的是轰动了整个论坛 说实话这里有我家IDOL 但还是觉得EJURI TOP舞台最厉害 EJURI TOP的舞台 在我们国家还能出现吗 所以华语圈导大家觉得 最震撼的MAMO舞台是哪一个呢 接下来想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为什么昨天的结尾是这样结束的 就是因为这个留言 不会很听话吗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